每年农历6月18日是慈府王爷圣诞 为了庆祝 竹山正员工在每年也都会圣大伴礼祝寿活动 可以说是地方一大盛事 在当天各有工也都会到场共襄圣举 现场气氛可以说是相当热闹隆重 一同来庆祝慈府王爷圣诞 心中们都会前来祝寿 并向王爷祈求庇佑 我们在顶管讲 当这是在旧日的地团前 有建一间廟 已经旧日的地团后 去到旅渡去 那时候经济缺乏 要买一个庆祝的资源都没有 去十方先行 大家到三天 现在又去这间 就要它开始去 已经去到这时候又要20年了 今天顶管讲 是我们每年的6月10月 在乎王爷的社区 所以国庆祝来 来这帮我们兜参务 和共同的 很喜欢童王爷的社区 仙议员牛浩 在当天也到场参与活动 与信仲一同来为 知府王爷祝寿 今天是我们竹山正元宫 他的一个 师父千岁的祝寿活动 那正元宫一直是我们竹山 他严平这边 其实很多 严字头许多乡亲的一个信仰中心之一 那我们的五府千岁 其实一直忽佑着保佑着 我们在的很多乡亲 所以说 其实大家是很虔诚的 要来这参加在祝寿大典 尤其持府千岁的这个祝寿典礼 也是我们这一年一度的重要盛事 也看到很多幼儿共 要来这参加 游医员也表示 此次活动热闹非凡 也感谢与会人员的用心参与 他也曾信向王爷祈求 希望王爷能够持续避佑地方相亲 使相亲们都能够平安顺利 他在这里 赐福千岁 祝寿典礼 他也非常圆满 他也希望继续保佑我们这些乡亲 他也希望大家平平安 我们都一切顺利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的热闹 他也非常的开心 那也希望说 未来我们这个一切的境内 都能够平安 大家都顺利 议长和尚峰也共住 慈府王爷圣诞千秋 并祈求王爷庇佑地方 使各项事物发展能够顺遂 民众也都能够注视平安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